歡迎大家收看皮尤一小教室的第一集 那今天這一集比較特別 我們不是要介紹我們的新人物 這一集主要是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素敵聯盟的這個新素敵機制 其實這個算是聊天室蠻多人在問的 那這一次的這個機制其實算是蠻特別的一個機制 因為它相對的有點複雜 但是我說真的這一集的機制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有可能可以榮登我這個最喜歡的機制前三名 我最喜歡的點在於說是 我可以兩三天都不點這個機制一次 然後擠個兩三天之後來一波大的 所以其實它蠻佛系的 就是平常你不太需要幹嘛 然後你偶爾可以來一波大的 然後讓你可以嗨一下這樣對不對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 那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概要怎麼樣玩跟怎麼樣做 以及幾個我比較推薦的配方 然後來讓 幫助大家這個 有這個比較良好的體驗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這個樹敵聯盟呢 你會在地圖裡面看到這個 像祭壇一樣的東西 那在任何一張地圖裡面呢 你隨時打怪 它都會有機率掉落 這些一顆一顆一顆的這些配方 那這些配方的功能呢 就是它有一個配方表 那這個配方表呢 其實我等一下可以貼在聊天室 貼在底下的資訊欄裡面 那這個配方表呢 其實你去巴哈或哪裡都查得到 非常容易取得 然後 按照這個配方表呢 你可以合出不一樣的配方 那隨著不一樣的配方呢 它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那每一個這個祭壇呢 可以插四顆配方在裡面 那你只要把四顆配方都插進去之後 它只要兩個或者是三個 它都會合成特殊的配方 這樣子 有機會可以合上去 它會有一個T1、T2、T3、T4 這樣一直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 當我打開這個祭壇的格子的時候呢 這些東西會發光 那普通灰色的光 就代表說它是兩個合成的 黃色的光 就代表說它是三個合成的 這樣子 像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哨兵這顆它可以合成 素人部落、兵牢、刀槍不入 那我們就以素人當舉例好了 素人 那你可以看到這顆哨兵呢 它可以合成素人部落 那它旁邊這顆鋼鋼鋼也可以 鋸鋼也可以合成素人部落 然後這顆毒素也可以合成素人部落 所以呢 因為它是黃色的外框 所以這三顆在一起 它就會變成素人部落 這樣子 那 就是 以此類推嘛 那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也沒有很複雜 那我在這邊推薦大家怎麼做呢 就是一開始 你也不需要 太擔心 說 我也可能 因為這個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的格子很少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說 我什麼東西是需要剪的 什麼東西是不需要剪的 你就 先瞎七八剪 然後瞎七八剪之後呢 你就打開這個格子 你只要看到有發光的 你就把它合起來 有發光的你就把它合起來 然後一直不斷地往上和 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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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的地圖到比較高階一點的時候 你再 開始 準備你會比較 你比較想要和的配方 那目前有幾個 比較推薦 比較 呃 現在網上流傳的幾個 比較好的 這個 比較endgame一點的combo呢 有一個呢就是 純通貨的combo 就是 扇跟奇塔佛的那個combo 那我自己有玩過一次 那我覺得這個combo 我很不推薦 因為第一就是 扇跟奇塔佛是兩個T25的配方 它非常非常非常的難和 你基本上這和 呃 如果你比較休閒一點 就是你一天可能只玩個三 兩三個小時的話 呃 下課回來玩一下這樣子的話 你有可能一個禮拜都合不出一個 它真的非常的難和 那 接下來下一個呢就是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那這個ZS的影片裡面呢 也有介紹過的 那這個呢我等一下會在 這個影片的後面呢 會合一次給大家看看 它基本上是有什麼樣的效果 就是 夏卡莉 素人部落 再加海岸王之處 再加圖克哈馬 那它的功能是怎麼樣呢 就是夏卡莉的效果呢 是讓所有的獎勵 都變成傳奇 然後素人部落效果呢是 因為你點那個祭壇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這隻怪物 它旁邊會有很多小怪 每一隻小怪都會掉跟 這隻大隻一樣的獎勵 那因為夏卡莉的關係 會讓它全部變成傳奇 所以再加上第二個 素人部落 就會讓全部的獎勵呢 都會變成傳奇 然後呢 海岸王這邊呢 會讓我們 可以重骰八次獎勵的結果 並且選擇最稀有的 會讓我們有更高的機率 拿到比較好一點的傳奇 然後呢 圖克哈馬也是 一樣的 就是它會重骰四次 讓我們可以拿到 更稀有的傳奇 那這個combo呢 就是可以讓你在 聯盟比較前期的時候 可以讓你有很多 可以骰傳奇的機會 那像一些比較核心的傳奇 例如說是 現在比較夯的就是 比較夯的有哪些呢 例如說 蠻有機會拿到的 是不是 那我們這邊就 我們就 來一下 好不好 我們第一個先放夏卡莉 那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第一個不放素人部落 但是其實你放素人部落 就只是讓所有的小怪 都會掉一個垃圾而已 我覺得跟夏卡莉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夏卡莉呢 一開始 我們可以拿到一個傳奇 所以我覺得 應該比素人部落在前面 好一點 差不多啦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來一下 嗯 那其實點完這個祭壇之後呢 你就反正就打掉嘛 然後就掉一個東西 看起來很爛對不對 你會覺得 哇天啊 這一季的機制也太智障了吧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 它是會累加的 就是你到 第二個祭壇的時候呢 它一樣會有 你上一顆放進去夏卡莉的效果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放素人部落 這隻怪物 大怪加旁邊的小怪 它全部都會 各掉一件傳奇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 這個打完之後 你就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我們的獎勵 開始在變多了 有沒有有沒有 整頭看的東西傳奇 喔 皮革腰帶 呃 沒事 但我們沒說 沒關係 等一下 我先檢查一下 這個還可以 嘿 好 沒事 我們到第三個 希望不要太慘好不好 這個 我們拍影片 給我們掉個好料好不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海岸王之處 它會讓我們掉下來的這些獎勵 重甩八次 並且也是比較稀有的結果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有比較高的機會 可以拿到更好的獎勵 好不好 Let's go 唉唷 唉唷唉唷唉唷 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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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硬 沒事 欸 有這個衣服 還可以 有罐蟲水 嗯 我好像臉有點黑 我們有一個觀眾 第一趟 第一趟 呃 他第一趟出 那個叫什麼 出 魔血加 神感 真的是有點太散了 好啦 最後一個圖克哈馬了 來了 最後的波紋 欸 這隻會跑欸 我好像不該最後開這個 我對服 他會跑 所以我的機牌一直在擊隊他 有戲嗎有戲嗎 蠻多點金石的我覺得還可以啦 還可以好不好 那這個 基本上呢 這一集的機制就差不多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 我們湊齊這一套嘛 湊齊剛剛的那個 夏卡莉 樹人 再加海洋王 再加圖克哈馬 差不多花了我 一天的時間 所以呢 這個combo是你每一天都可以玩一次 那我自己呢 因為打了幾天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有 快要有第二組了 我的 圖克哈馬跟夏卡莉都有 然後樹人也有 所以我只差 我海洋網友 所以我只差圖克哈馬的其中一個小部件 我就可以再玩一次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整體來說呢 其實 還算是 我覺得收益還算是不錯啦 那當然 如果你比較喜歡 你比較喜歡 傳奇類的就是玩我這一套 那如果你比較喜歡 就是比較喜歡 拼通貨的話呢 你可以玩 另外一套 那我這邊呢 是 比較推薦這一套啦 那 在結束之前呢 給大家一個這個財富密碼好不好 這也是我自己發明 不是不是自己發明 自己發現一個比較 簡單的一個做法 可以讓你在剪東西的時候 比較 這麼複雜 就是 我把我所有我想要的東西 都打在 一個筆記本裡面 然後把它做成一串 像這個樣子 那 只要每一次我進到這個地方 我把我的這一串東西 打上來 它就會把 它所有可以相關合成的東西 亮起來 那 只要是黑色的 我就會知道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是沒有用的 我就把它丟掉 這樣子 那 如果你今天 呃 有比較喜歡的combo的話 你可以自己 加減 你要的東西 那我也會把這一串貼在 呃 等一下youtube底下的那個 資訊欄裡面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拿去用看看 好不好 那基本上呢 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 啊我的第一個 我的這個 欸 這個香菱還不錯啊 這個香菱還不錯 啊還可以啊 還有這個物品鞋 還可以啦還可以啦 好不好 有一點安慰 有一點安慰 好啦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